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11月3日星期六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有一个电影演员他叫王姬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演员其实他还是挺有名的 只不过呢有可能对特别年轻的比如说90后啊 或者00后啊的年轻人可能比较不熟悉他 像我这个年龄就是60后啊70后啊 甚至于80后啊应该知道这个演员 尤其是呢如果你知道有一个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的话你一定知道他 他在这个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面他演一个老板娘叫阿春 和姜文有很多的对手戏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呃有的人呢可能知道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个王姬呢 他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 他的女儿呢现在已经挺大了 现在在中国演艺圈里面发展 也是一个挺有天赋的一个女演员 据说是呢 戏演得不错 我没有看过 据说是 演得不错 呃反正看照片呢 还是长得比较好 长得挺漂亮的 比他妈妈呢 只在上不在下 呃 这个女儿呢是王姬的老大 他还有一个儿子 他儿子呢今年已经22岁了 身高呢 有一米八几 长得挺帅的 特别遗憾的是呢 他这个儿子呀 只有四岁的孩子的智商 因为呢他从小就得了一个病叫自闭症 他呢虽然已经22岁了 有一米八几的大个子 但是呢他就是还不会叫妈妈呢 他不会叫妈妈 而且呢他的智商呢只有四岁 他每天呢都玩那些个那个毛绒玩具 其实根据他这个描绘呢 这个智商其实四岁都不到 让他吃药呢 他是不吃药的 说是如果他不吃药的话呢 他就会到处乱跑 他只有吃了药 他才可以安静下来 每次给他吃药的时候他就不吃 大人呢必须得装扮成他最喜欢的一个毛绒玩具 就是大熊猫 大人得装扮成大熊猫 他才肯吃药 这样一来呢 其实这个智商呢 还不到四岁 四岁的孩子呢 其实还可以 可以很懂事的 可以能尽听尽话去 其实挺可怜的 王基总结呢 就是在他怀孕的时候呢 他拼命的工作 然后就休息不好啊 营养也不好啊 什么的 压力比较大呀 造成了就生了这样的一个孩子 自闭症这种病呢 其实 以前就没有听说过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就没有听说过这种病 也没有经过说成年人 有人得这种病 有人得这种病 最初听说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我出了国以后听说 有的小孩会得这种病 我就以为等他长大了以后呢 就自然就好了 从王基这个例子来看呢 看来长大也好不了 他已经都22岁了 他仍然连妈妈都不会教 以前呢 我以为长大一点就会好一点 因为呢 崔永元呀 他做那个慈善 他就给一个 自闭症的一个 儿童慈善机构 来做代言呢 还是做什么 他曾经还带着那些个 自闭症的孩子 上那个春节联欢晚会 那些孩子呢 他也能唱歌 有的还能够朗诵个诗什么的 因为其他的呢 我就不了解 我也是从崔永元的那个节目里面了解到的 我就以为呢 这个自闭症的孩子 等他长大了 他自然就会好 起码呢 他会好一些 但是从王基上 这个来看呢 好像是好不了 这个挺让我难过的 为什么让我挺难过呢 一方面呢 我是为王基难过 为那个所有的患这个病的孩子们难过 另外呢 我自己有一个好朋友 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好朋友 他们家的孩子 也有这个病 去年呢 我到他们家的时候呢 他这个孩子那会是四岁 今年有五岁了 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去年我到他们家的时候呢 他刚好四岁嘛 那个孩子 他就是不会说话呀 他不会说话 他就啊啊啊的 什么都不会说 家长呢 特别特别的着急 这孩子跟王基那孩子一样 长得 可好看了一个小孩 一个小男孩 就长得可好看 可好看了 然后你都能知道呢 这个孩子呢 他心 他心地呀 特别善良 当然他父母呢 心地也特别善良 父母都特别好 然后他们家有一个老大 老大已经都13岁了 也是一个男孩 那老大也特别好 特别善良的一个孩子 然后这个小的你怎么能看出他心地善良呢 我听说的自闭症呢就是他只跟他自己玩他不去接触别人他很怕人 但是我这个朋友这个孩子呢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吧 我他长那么大我是头一回见他 他见了我们以后我跟我老公两人去的 就可高兴可高兴了 特别高兴 然后呢他们他妈妈呢就带着我们 然后用车就拉着我们我们也出去玩嘛 啊然后我们就在车上他妈妈开车然后我老公坐前面 啊然后因为他四岁得坐那个小孩呢小座椅 他坐在后面 然后我也坐在后面 就是四岁的孩子哈 我们经过一个桥的时候呢 经过一个河 然后过那桥的时候呢 是个海湾了 那里面呢停着一些船什么的 然后这个四岁的孩子哈自闭症 他就是想让我看呀 他想让我看他可能是觉得那些船呀停在那很漂亮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他就拉着我说 就那样让我看 你知道吗 你就能体会到 他就是这个孩子 他看到他喜欢的东西他跟你分享 有的时候呢 他看到什么水里面的那个 天鹅呀什么的 鸭子呀什么的 反正总之呢 就有他喜欢的东西呢 他就拽着你 他就跟你分享 还有一次呢 就是他舅舅 新生了一个小孩 那个小baby 生了刚好像才一两个月吧也就 然后到他们家去 然后就这四岁的自闭症的小孩啊 他就看了那个他舅舅那个小孩以后啊 那小孩来了以后他特高兴 然后特高兴 又跳又那个的 然后那小孩来了以后呢 然后他就摸小孩的那个小手啊 小脚啊那小脸啊什么的哈 就是 他就是那样 就那样 特别轻特别轻的那样摸 他就知道 轻轻的 你就是看他的表情 你就是看这个孩子吧 他对这个小baby啊 充满了爱心 就这样的一个孩子 可是呢 他不会说话 然后呢 他还特别可爱的是什么 他是一个捧场王 我们都说他是一个捧场王 他让你看的东西哈 他说啊让你看 然后你就说 哇然后这样他就特别高兴 同样的 他他虽然不会说话 但是他能听懂啊 同样的呢 如果是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啊 如果说我看到一个什么的话 你就跟他说 你说你看啊 然后说你手指到哪 然后他立马 他就把他的那个眼光目光 就放到哪 他的身体呢就往那边轻 然后呢 他就说 哇 他会说哇 他说哇 那样啊 就特别那个 我们就管他叫捧场王 可捧场了 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孩子 他还有一个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 你知道吗 他就是呢 他也上幼儿园呀 可能在幼儿园学的 他就是那个家里面那个脱鞋 就是任何一个鞋吧 他回来以后呢 他就会 说那个他把外面的鞋脱下来对吧 然后换上脱鞋 然后他外面的那个鞋一定得摆的整整齐齐的 摆的可整齐了 然后那样摆好 把这个鞋这样放好 然后那只也放好 有的时候呢 摆一下 然后捋一下 然后就那样 他如果看到别人的鞋没摆好的话呢 他也会把 把别人那个鞋拿过来 就放那摆好 把它可整齐可整齐了 然后他玩的那些个玩具 他玩完了以后呢 他要去睡觉之前 他一定要把那些玩具都收起来 收起来 放到盒子里面 把盒子盖上 然后呢 放到那个 放到原来的地方 就这样的一个孩子 你说多可爱呀 特别可爱 可惜呢 就是有这个自闭症 死活就不会说话 他就是就是不会说话 咳 咳咳而疼那样了 我去年呢 去他们家 在他们家那个住了有一个月 然后我走了之后呢 我就咳想他咳想他了 嗯 后来都到我那个什么 我回国的时候呢 我还特意就订机票 他们是在温哥华的 然后我就特意订机票啊 从温哥华走 然后呢我留出来那个一些时间 然后去看看他 然后现在呢又 这又将近一年了 没见他 可想他 可想他 可 每次就是想起来的时候 就心里可难受 可难受了 今天我就看这个 王姬的这个孩子 然后心里就可难受了 他将来也会让 像王姬这个孩子一样 哎呀 有的时候呢 命运就是这么的不公平啊 我有时候呢 我就是特别的那个希望奇迹能够发生 特别希望哪一天 他妈妈就给我打电话 或者给我留言 然后跟我说 哎你知道吗 他会说话了 但是我 今天我看了 关于王姬这个儿子的这个报道 我觉得好像 让我的希望破灭了 我觉得呢 我这朋友的孩子 将来可能就跟王姬的孩子一样 长得 我这朋友的孩子也会长得很高大 因为他妈妈 他妈妈和他爸爸个子都特别高 他会长得很高很帅 但是跟王姬的孩子一样 怎么办呀 好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吧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